你政府有地嗎? 英國人都帶了地來嗎? 特區政府帶了地來嗎? 有沒有帶過一寸地來? 沒有嘛 他就習慣 我覺得政府就不用丁團了 你有地就蓋到夠了 你以為真是九百多公頃嗎? 萬里長盛 你吃了你的米吧 浪費氣的 五百尺能蓋到一間屋 三百尺能蓋到一間屋嗎? 我告訴你 肚子是丁而已 燈原果有個丁 當年我真的一窮二百 十幾十歲的年輕的時候 如果外父有錢 又有地 強仔 在我的地建屋 簽一張紙 你今年十幾歲 娶了我女兒 怎知道你變不變心 一變心就死人 我勾 地又給你 錢又給你 所以簽一張紙 如果你和我女兒八頭佳佬的 生兒玉女的 臭小子臭小子 送給你 但你有什麼變卦 我會拿回你的 不過都好 給你一層 因為用了你的名字 這張紙就騙你政府的牌照 我騙你什麼 我需要保障 外父 需要保障我女兒 給你錢 給你地 你建屋 寫張紙就騙你的牌照 騙你的屁嗎 那裏 但有些人發紙傷 這些叫法律的漏洞 這個法律也不是人家犯法 你不就修改你的法律 把這個法律修改 立法會這麼容易 一改就改 你不就寫明 不准再簽了 再簽就說你犯法 我沒有地 只有一個丁 有人跟我合作 我當然要做 資源配套而已 你懂電腦 你懂發展 你懂規劃 我有錢 我什麼都不懂 我就用你 但用你 我不能給你地 你弄了 你不給我 我給你規劃 給你做事 你分紅也好 人工也好 那間公司 有沒有廣告不准合作 或者跟人簽東西 就是騙政府的 有沒有這樣 沒有 其實他簽的時候 是沒有的 後期才有 我告訴你 這些丁權是誤會 純粹一個被港英政府騙了的 丁什麼權 丁權就是說 你香港政府 在1962年 成立規劃處 你要建樓 要將新界人整頓 然後將這些人規管起來 是一個金箍罩 沽死的新界人 他們自己被人沽死都未知 還以為自己是特權 這叫愚蠢 六二年之前任你起的 六二年一規管之後 他就告訴你 你反正炸日子 你也要有個日子 你不如將你炸日子 張紙 告訴李文夫 李文夫就知道 你們建了一間屋在哪裡 跟你說個頭 那就OK的了 那時候就 25呎高 一層加個角樓 木角 到72年 他就改了 不如這樣 25呎給三層 你可以建到三層 你可以建到兩層 而且那時候 不僅是新界人 所以這些條例就值得商學 不僅是丁才可以 你有一間網屋 買了一塊地 有個牌照 你跟政府說 申請一間屋 兩層高七八呎 現在不是新界人 數字不盡 很多 對不對 這是事實 因為當時 1960年的時候 大量新移民 政府搞不好 鑽石山到處 建到滿層網屋 政府容忍 難得他建一間屋 自己住 你給別人做 到了72年就改了 又說丁屋 要丁屋 我為何要丁屋 我老婆為何不可以 我女兒為何不可以 最好我老婆小女兒都有 我不是這樣 是被政府 這個金官枯死了 新界人受委屈 新界人 少數作略 香港來講 你經常說主流民意 你再說它 主流民意當然不行 你有我沒有 我不是要偏幫新界人 我們只是說公道話 你政府做的事 公不公道 你立了個法 管著別人 我都是現在在取消 2047年 你不要被丁權 你回復1962年之前 不要虧壞別人的地 地人的 錢人的 建屋人的保地價才能賣 你叫什麼救命 你政府 你政府有地嗎 英國人帶了地來嗎 特區政府帶了地來嗎 有沒有 有沒有帶過一寸地來 日本人帶過一寸地來嗎 沒有 他就是橫 這是我們 批什麼法 人家接到他 給你管 承認你的政府 守你的法 就好了 又何必這麼多挑剔呢 當然他刻意犯法不行 但這些不是 清朝到現在 都有的 搞什麼 犯什麼法 犯何法 其實沒有這個之前 有條法律嗎 1962年之後有法嗎 所以現在的人 經常說什麼法 你們又怕死到什麼 批本新界人的法 你又沒有人出聲 政權不需要取消 沒有地了 所以無幾 哪有地呢 沒有了 剩下都 我想剩下都不多 你看那些人 等到胡蘇白 跟著等到 見了上帝 都等不到房子 很多人 你猜那些人說到 有九百多公頸 他找給我看 他不用廢了 自動廢 這是偽命題 不過那些人用來炒作了 交交陣 如果你踢球的話 你阿根廷要有個美師 OK 那你才可以 帶起那隊球 如果你是一個市場 說不出重心的話 那些人就不要搞那麼多 你對中國來說 其實中國都已經沒有什麼幻想 我覺得他 都預料了 你都是自力更新 當中美關係會很差 然後來到營運 炒股票來說 就沒有什麼影響 這個也是大家 已經接受了的前設 但是沒有任何財產之下 就因應新環境之下 大家照顧 還有我覺得 就多了外國人喜歡 例如你威達利歐 都覺得大陸牛都爆了 我覺得都 都多了這些錢會進去 因為你始終 拜登其中一個影響 就是 人們覺得美金會跌到牛 那美金跌到牛 就是你會助長 新興市場的股市 日本其實如果你是可以選擇都可以少少地的 我覺得是 首先你北菲達的鐘就進去 跟著剛才說的 你們的交易那裏就跟大陸剛剛搞了 那麽就跟日本 都有一些跡象好一點的 雖然你有疫情之後 但是就 譬如有些本土的公司 最簡單是 召集 反過來 便利店那些又不是很好 便利店其實面對的問題 就是因為它覺得請不到人 那就是告訴你 經濟其實挺好的 因為你的勞動力是缺的 所以你們為什麽被便利店的股票 這麽壞的原因 就是因為便利店他們請不到人 那些營業時間要降 當然另一點 就是因為他們的藥妝 是 直接跟便利店 因為藥妝可能說 我便宜點買一些東西 引你進去 然後就引你去買化妝品 或者高點的東西 所以藥妝的股票反而OK 那你說其他新興市場 我就覺得你有些機會 即是現在你看到去 MAPCO上就會遷就 譬如剛才說南韓 台灣 他們有一個Anker 即是南韓有Samsung有LG 台灣有台積電 其實有好處就是 因為你有一個強勁的Anker 你引一些人進去買ETF 是會引到的 不同 剛才我們說新加坡 你沒有一個很明顯 你的Anker是DBS 那你就死吧 那香港的Anker就是騰訊 其實你的先決條件 就是你覺得市場裡面 那些指數 那些權重股 有沒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Anker 去引一些錢進去 這是一個關鍵來的 即是 你是要有一個 重心在這裡的市場會好一點 即是如果你是一個市場 說不出重心的話 那些就不要搞那麼多 這次在中間的地區 會不會被判斷了 說不定 是 你會不會被判斷了 那麼多 你會不會被判斷了 你會不會被判斷了 那麼多 想緊貼更多理財、投資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和按一下小鐘